今晚有全新的夢魘集關卡 就是冥界篇的最後BOSS 哈迪斯要來到神魔世界了 那我們現在趕快跟大家一起來 看一下關卡資訊的部分吧 場景技能就是我之前有跟大家提到 反手電筒的部分齁 你轉的時候你的周遭會變成黑的 但是旁邊還是亮的 第一關是三隻小怪 分別是首削泉水木光 同時他們都是越攻越強 進場CD也是錯開的123 第二關的話是首削木傷害吸收 而且這邊是會反擊的齁 那這邊要特別注意 他的攻擊力已經來到17萬了 第三關的話有兩條血 第一條血又是數字盾 救命啊你要來個反手電筒 你也好心一點嘛 居然又出這種數字盾啊 他是19顆的版本 而且你少或多他都會追打 同時他有一個結界地形齁 結界地形就是不會發動天降消除 二血的話是無所盾 然後不能首削到火 進場他也會把你技能鎖住 不過他這邊的話是只有鎖技而已 沒有鎖攻 要特別注意的一點是他打86000 而且無視減傷 第四關兩隻扣血70% 只要死掉任何一隻的話 就會變成扣血100 那這兩隻都是不能首削到水的 第五關是要打30下之後 才有辦法造成傷害 這邊也要特別注意 受傷連續反擊100% 也就是說他反擊過來大概是12萬 所以這邊如果你的血沒有高過12萬 或者是你的隊伍沒有減傷的話 這一關可能就要選擇一波帶走 接著我們來看第六關的部分 第六關是死神的達納多斯 他跟魔神戰有點類似齁 反正他就是自殘 同時你不能首削到暗 那他會把你暗外最少的再轉暗 這邊值得慶幸的是暗以外最少的轉暗啦 不是場上最多的齁 所以不會看到你的版面整個都是暗珠 這邊也有一個黑洞地形要特別小心 轉珠的時候不能停在黑洞上 二血的部分是附加消除技能重置 那他會把你六顆福石加護 同時他有一個越攻越強 但是初始攻擊就已經接近9萬了 所以你真的要扛的話 建議是兩回合內把他帶走啦 他的血量大概在63億左右 第七關的話是三隻石像 三隻都有隱身效果 他們打你之後會分別轉暗火光出來 同時你不能首削到暗火光 再來第八關的一血 基本上跟修普諾斯地獄級的一血是一模一樣的 25%盾加上他會給你附上五芒星的印記 不過這邊要特別注意 你消一顆會變成獲得兩重印記 也就是說你消到五顆 你下一回合不管有沒有轉珠都會直接死去 再來二血的部分是首削指令十康 這邊有一個星進消 那他是打87的無視減傷 接著第九關是大於等於八康 然後不能首削到星 那他也一樣會把你星以外最少的轉星 最後就來到王關有三條血的部分 第一條血是暗屬性傷害減至0 那他這邊也有一個暗符石的附印 同時你不能首削到暗 你只要削到暗他也會反擊 除了這個以外他也有一個紅綠燈 那他是無視減傷打七萬三千多 接著二血的部分是會每回合消除所有附加效果 那你每回合都要達成首削固定連擊 你只要有消對的話 他就會自殘20% 而且不會發動攻擊 這個的話大家應該也都不陌生了啦 再來第三條血一樣是暗屬性傷害減至0 進關的時候會把你所有符石炸掉 然後掉落暗符石 那每回合結束的時候都會引爆所有暗提升攻擊 同時這邊有一個暗珠的進銷 那他是無視減傷打九萬四千多 關卡看起來是還好沒錯 但是不要忘記轉珠的時候 你附近會變黑的這個效果 所以打的時候還是要稍微小心 OK以上就是哈迪斯的夢魘集關卡資訊 帶大家搶先看一下 大家對於這個關卡有什麼想法 都歡迎下方留言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